澎湖下了大雨 结果搬机出了意外 今天上午九点四十五分 远东航空一架飞机降落的时候 因为跑道失滑 飞机刹不住就冲出了跑道 占物人员花了半个钟头 将飞机拖回停机坪 所幸机上一百六十五名乘客 只是虚惊一场 不过这起意外也造成了航班大乱 也因为空服人员 没有在第一时间解释原因 因此引发了不满 其中有八名乘客 因此霸机改搭其他航空的搬机返台 感谢观看